美東時間今天上午10點43分 臺灣時間晚上10點43分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飛機 正式降落在臺北的松山機場 直播畫面顯示 佩洛西搭乘的C40C專機降落 11點左右她緩緩走下飛機 戴著口罩 穿著粉色套裝 在眾人的簇擁之下離開 臺方則由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接機 在機場外有很多支持佩洛西的民眾聚集 佩洛西本人在降落臺灣後 於11點發出了一條推文 推文稱 我們的代表團訪問臺灣 代表著美國對臺灣的堅定不移的支持 美台重申了對彼此的支持 並且促進共同的利益 包括推動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 而中國外交部在佩洛西落地後 做出了回應 宣布她的訪問是嚴重的政治挑釁 向台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最後的一句話仍然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嚴厲譴責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佩洛西正式成為自1997年以來 第一位訪問臺灣的美國眾議院領袖 她不僅凸顯了近年來 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地緣政治裂痕 而且事實上再次擴大了這一分歧 彭博社台北分社社長指出 無論你認為她此行是否明智 佩洛西的到來都是美台關係中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她這樣做的事實 充分說明了美國立法者對臺灣的支持力度 更加重要的是 她將進一步推動美國高級政治人物 對臺灣的訪問正常化 美國下一任可能的眾議院議長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說 她很願意以議長的身份 明年再帶領一個兩黨代表團再去臺灣 如果它真的發生的話 佩洛西現在的舉動 就是在這個大國關係的新時代開創了先例 近年來 美國官員在公開和私底下都表示 他們認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 中國展示出過於自信 而佩洛西現在對臺灣的支持 是將力量平衡擺回到中間地帶 這是一種微妙的政治平衡行為 而在8月2日上午10點52分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 由佩洛西本人所寫的文章 題為《為什麼我要帶領國會代表團訪問臺灣》 既然這篇文章是在之前就寫好的 然後交代《華盛頓郵報》 在它平安落地之後才發布 她是這樣寫的 大約43年前 美國國會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了臺灣關係法 吉米卡特總統簽署了臺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支柱之一 臺灣關係法規定了美國對民主臺灣的承諾 為經濟和外交關係提供了框架 這種框架將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關鍵的夥伴關係 它促進了根植於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深厚友誼 包括自治、民主、自由和人權 美國莊嚴宣示支持臺灣的防禦 這也是美國嚴重關切的問題 今天美國必須記住這一誓言 我們必須站在臺灣這邊 臺灣是一座堅韌不拔的島嶼 臺灣在治理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比如說在應對疫情以及倡導環保和氣候行動方面 它是和平、安全和經濟活力的領導者 它具有企業家精神、創新文化 和令世界羨慕的技術實力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 這個充滿活力強大的民主國家 一個自豪地有女性領導的民主國家 正在受到威脅 近年來 北京與臺灣的緊張關係急劇加劇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強了在臺灣防空區附近 甚至上空的轟炸機、戰鬥機和偵察機的巡邏 導致美國國防部得出結論 中國軍隊可能正在為通過武力統一臺灣做準備 佩洛西稱 中國也把這場戰鬥帶入了網絡空間 每天對臺灣政府機構發動數十次攻擊 與此同時 北京在經濟上擠壓臺灣 向全球公司施壓 要求他們切斷與臺灣的關係 恐嚇與臺灣合作的國家 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咄咄逼人 我們國會代表團的訪問 應該被視為一個明確的聲明 那就是 美國與我們的明珠夥伴臺灣站在一起 捍衛自己和自由 佩洛西還指出 我們的訪問絕對不違背臺灣關係法 也不違背美中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 一個中國原則 美國繼續反對改變現狀的單邊努力 我們的訪問是我們亞太訪問的一部分 重點是安全問題 經濟夥伴關係和民主施政 我們與臺灣夥伴的討論將集中於重申我們對臺灣的支持 並且促進我們的共同利益 包括推動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 今天 美國對臺灣的聲援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不僅是對臺灣2300萬人民 也是對其他受到壓迫和威脅的人 佩洛西說 中國已經將一國兩制的承諾扔進了垃圾桶 在西藏 共產黨希望抹去西藏人民的語言 文化 宗教和身份認同 在新疆也是如此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因為共產黨繼續威脅臺灣 以及民主本身 事實上 我們這次旅行是在世界正面臨著 在專制和民主之間做出抉擇的時候進行的 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有預謀的非法戰爭 殺害成千上萬的無辜者 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必須明確表示 我們絕不向獨裁者屈服 佩洛西還提到 今年4月份 當我率領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基輔時 這也是美國對烏克蘭的最高級別的訪問 我向澤倫斯基總統轉達 我們欽佩他的人民 為烏克蘭和全世界的民主而戰 通過前往臺灣 我們履行了我們對民主的承諾 重申臺灣以及所有民主政體的自由 都必須得到尊重 以上就是佩洛西在《華盛頓郵報》所發表的全文 內容雖然並不意外 但是讓我們更加明確地知道了佩洛西本人的想法 以及她此行十分堅決的態度 那麼在文中 佩洛西再次提及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克里姆林宮在週二也表達了對中國的支持 強烈警告美國不要挑釁中國 稱這種挑釁式的訪問將會加劇緊張局勢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在與記者的通話中 重申了俄羅斯對中國的絕對聲援 並且指出臺灣問題對北京來說非常敏感 指責美國沒有以尊重的態度處理這種敏感性 而是遺憾地選擇了對抗的道路 他說這不會帶來什麼好處 我們感到遺憾 近年來俄羅斯和中國舉行了一系列聯合軍演 去年俄羅斯軍隊還首次部署到中國領土進行聯合演習 儘管莫斯科和北京過去拒絕了建立軍事同盟的可能性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他還指出俄羅斯一直在與中國分享高度敏感的軍事技術 這有助於顯著增強中國的防禦能力 北京方面在佩洛西落地後宣布 將於8月4日至7日在臺灣周邊的海域和領空 進行軍事演習和實彈演習 清華社在一份聲明中警告 船隻和飛機在演習期間不要進入這些區域 也就是形同封鎖臺灣四天 環球時報稱 無論佩洛西這樣的人如何支持臺灣遏制中國 都阻擋不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中國必將實現同意 與此同時 在經濟方面 中國已經暫停從35家臺灣出口商 進口餅乾和糕點等作為反制 臺灣官方中央通訊社週二報導 在中國海關註冊的3200家臺灣食品類企業中 已經有2066家被列為暫停進口 有臺灣食品公司表示 他們的產品已經在中國海關被拒收 目前尚不清楚 是否會出現食品以外的更多暫停進口 按照價值計算的話 臺灣對中國最大的出口產品 其實是電子產品、零部件、機械和化學品 臺灣農業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將會採取相關措施 幫助受到短期停工影響的公司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一行 週二晚間抵達臺北後 臺灣外交部於深夜發出聲明 表示結成歡迎佩洛西率重量級 國會領袖團訪問臺灣 外交部長吳釗謝週二晚間 代表政府前往接機 臺灣外交部稱 佩洛西兩度擔任聯邦眾議員議長 經常以議長身份 公開表達對臺灣的支持 聲明還說此次訪問團的成員 包含眾院外交領袖、退伍軍人事務 等多位重要委員會的領袖 凸顯出臺美關係 廣闊美國國會的高度支持 也再度彰顯美國對臺灣 堅如磐石的堅定支持 佩洛西計畫於明天 拜會臺灣立法院 立法院在今天晚上已經鋪上紅地毯 準備迎接貴賓 據悉 佩洛西明早9點 將赴立法院接待室 先發表公開講話 在閉門與朝野四個黨團的總召會談 至於立法院院長尤希昆 是否可以親自接待佩洛西 將是明早的新冠測試結果而定 他此前率團訪問歐洲 並在上週五返回臺灣 隨後宣告確診新冠 臺灣立法院秘書長林志佳 已經通知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 以及時代力量黨團的總召 於明早8點50分到立院大門的二樓接待室 準備與佩洛西進行會談 知情人士表示 為了保護佩洛西的人身安全 立院明天將會嚴格進行人流管制 屆時媒體竟能夠在一樓進行拍攝 而在佩洛西發表公開講話之後 將與四位朝野黨團總召進行閉門會談 全程時間約為一個小時 在今天早一時段的華爾街財經節目中 我們報導了 分析人士指出 佩洛西此行很可能將美國高官訪問臺灣正常化 美國眾議院很可能的下任議長麥卡錫也說 他很願意以議長的身份 明年再度率團訪問臺灣 同時英國衛報也報導說 進美國之後 英國也將派遣一個高階代表團訪問臺灣 《衛報》報導 英國國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計劃派官員 在今年11月或12月初訪問臺灣 報導稱 訪問是為了表達英國對臺灣的支持 中英雙邊關係目前正在惡化 英國下一任首相的兩名候選人 在競選過程中都強調了對中國的強硬立場 無論是誰上任 中英關係都很難緩和 與此同時 德國也來攤禍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在聯合國會議上表示 德國不接受大國入侵小國 警告北京不要讓事態升級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在聯合國召開的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10次審議大會上 警告北京方面不要讓台海緊張局勢升級 並且直接點名中國 他說 我們不接受國際法遭到破壞 也不會接受較大的國家 違反國際法欺壓較小的鄰國 這也適用於中國 他說 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野蠻戰爭 必須明確指出 國際社會絕不會接受這種行為 佩洛西於週二晚間降落臺灣之後 中國外交部等多個機構一再表示 要美國以及配合美國的臺灣承擔後果 目前為止 中方最激烈的措施就是宣布 8月4日至7日圍繞臺灣進行實彈軍事演習 對臺灣呈現一個暫時的封鎖狀態 週二 香港高級官員和政界人士 齊深譴責佩洛西訪問臺灣 稱他的舉動是肆意踐踏一個中國原則 香港新商人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他的訪問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極大的威脅了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他說 佩洛西的訪問是蔑視臺灣 兩千多萬人的福祉和極度的自私 同時表態 香港完全支持中央政府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香港政府和其他高級官員 比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也都發表了類似的聲明 今天關於佩洛西抵臺的消息牽動了所有中國人的神經 中國的社交平臺微博一度癱瘓 北京時間週二晚上 佩洛西抵達臺灣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熱搜 前十大熱門話題全部是關於佩洛西 討論量之大 導致微博在10點左右癱瘓 這次審查機構也比較罕見的沒有進行大範圍的控評 導致很多批評中國的聲音出現 有網友開玩笑的說 剛剛去超市買煙 被告知只有軟中華沒有硬中華 還有網友直接說丟人現眼 網友對於中國沒有直接擊落佩洛西的飛機 感到失望 晚上11點左右 宣傳部開始發動 明星大V帶節奏 幾乎所有明星大V開始轉發央視新聞所發布的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最新海報 再次掀起一波愛國熱情 再來看股市對於佩洛西訪台的反應 今天華爾街股市漲跌不一 早上在佩洛西降落之前 股市普遍下跌 反映人們對緊張局勢升級的擔心 但是在佩洛西落地之後 中方反應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 到了中午時分 股票開始紛紛回漲 而到了下午開始傳出中方的一些軍事動作 股市又開始小幅下跌 標普500指數和道瓊斯工業指數就這樣 在小幅上漲和下跌之間搖擺不定 截至下午3點半 標普500跌了0.39% 而道瓊斯工業指數則是跌了1% 總體來說 市場不算是非常恐慌 但是有明顯的避險情緒 與此同時 週二 全球半導體類的股票集體下跌 因為台灣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 台積電的所在地 台積電週二的股價下跌2.4% 台灣股市則整體下跌1.6% 創下三週來的最大跌幅 而中國內地股市也因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而錄得兩個多月來的最大跌幅 分析師表示 芯片股確實受到亞洲的影響很大 其中一些公司 尤其是芯片設備公司 有70%的銷售額來自於亞洲地區 因此 亞洲局勢對它們來說意義重大 美國芯片古英特爾 英偉達 高通和美光科技等 今天下跌0.7%至1.9% 半導體指數下跌1.1% 在歐洲 知名的芯片製造機器供應商荷蘭ASMO 則下跌2.5% 但是業內人士表示 除非局勢升級 否則長期影響不會很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 美國國會剛剛通過了一項 歷史性的520億美元的聯邦計劃 以提高美國芯片製造能力 其中包括一個重要的警告 獲得資金的公司必須承諾 不會增加在中國的先進芯片產量 這種情況肯定會加劇華盛頓和北京之間 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 這些限制措施也將打擊英特爾和台積電等公司 因為他們正試圖在中國建立領先的芯片業務 台積電將會無法大幅升級或擴展它在中國的現有設施 實際上是失去了在全球最大半導體市場的一些增長機會 具體來說 芯片法案禁止那些獲得美國聯邦資助的公司 在10年內在中國或俄羅斯等受關注的國家 大幅擴大生產超過28納米的芯片 雖然28納米芯片比目前最先進的半導體落後了幾代 但是它們仍然被廣泛用於汽車和智能手機等產品中 該禁令同時涵蓋邏輯芯片和內存芯片 如果芯片製造商在中國生產的 是28納米或是更老一代的芯片 則不受禁令的影響 違反該限制的企業可能需要全額償還聯邦補貼 此前 英特爾一直在大力遊說立法者反對這一限制 2021年底 英特爾希望增加在中國的產量 但是該計劃被白宮拒絕 而台積電也正在中國製造相對先進的芯片 其位於中國南京的工廠 在生產28納米和更加先進的16納米芯片 這大致相當於中芯國際可以生產的最精密的產品 英特爾 台積電和韓國三星電子 將是美國這次芯片聯邦補貼的最大接收者 他們現在都在美國建設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新的芯片製造廠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所有內容 明天我們將繼續為您帶來關於佩洛西訪台的最新消息 歡迎您點贊並且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